大家好,我是阿聰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到底透過什麼方法由香港搬屋到日本 流程是怎樣,用了多少錢,用了多少時間才送到 首先講一下我們到底有什麼東西由香港搬到日本 首先有三副鞋襪、相簿、擺設紀念品、文件、證書或一些私人物品 加起來是14箱 然後有茶几、電視的Soundbar、Subwoofer、65吋的電視 還有一張Queen Size的雙人床褥 還有兩部Desktop主機 加上三個電腦的螢幕 主要就是以上的物品 其實我們實際搬來的東西加起來也不算很多 因為看到人們在整個屋子搬去外國 可能有三十幾、四十箱的東西或者五十箱都有 不過可能因為他們是家庭、有小朋友 所以東西特別多 其實我們兩個的東西加起來也不算很多 因為可以丟的東西都會丟,不會特意帶來日本 然後就是搬屋公司的選擇 其實搬屋公司的選擇就不太多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間 最初我們其實一開始問過其他公司的補充價 看看哪一間會最便宜的 但到最後回來的價錢其實很多都是比想像中貴的 而最後我們就選擇做一間叫做日通搬運的公司 日通已經是我們這麼多間找回來最便宜的一間 然後就分享一下整個流程是怎樣的 其實在出發前就預早一至兩個月時間 其實是預早預好 就跟他們說你大概會搬去日本哪裡 什麼時候出發等等 就約他上來做一個初步的報價 然後就到了上門報價的一 他就會有幾個職員就上來你家裡去檢查 當時就要初步跟他們說有什麼東西要帶走 例如是鞋骨裡面有多少鞋會帶走 儲物骨裡面有多少東西會帶走 然後電視、喇叭、床褥、電腦等等的東西 就跟他們說會帶去日本的 那他就會記錄低 還有他會量尺去記錄尺的尺寸 因為其實這個報價是很初步的報價 所以他一定是不會準確的 譬如我們當時的鞋骨裡面其實是滿了鞋 其實當時也有跟他說其實有一半會扔 或者不會帶過去 但是那一刻你是不會知道有什麼東西是會帶去的 所以就初步跟他說 之後其實他最初都是當你全部帶走 所以其實初步報價的費用 其實比實際收費是貴很多的 甚至有一倍以上的 在他上完門,量完尺和錄下的資料之後 其實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你就會收到他的email回來 就會有份初步的報價單 當時我們看到的報價單其實都覺得貴 因為其實他當時的報價是大概三萬多元左右 但其實那一刻已經知道這個價是不是準確的 因為有很多東西都是會訂購的 那下一步就是出發前兩個星期 或者再做也可以的 就打給他跟他說 就想要訂一些紙箱 一些東西的材料等等 你就給他一個數量和尺寸 因為其實他紙箱都有幾個尺寸的 有些是專門放衣服 就會是長方形 有些是專門放物件的 那就正方形 又有XML的尺寸給自己選擇 那這些包裝材料他就是免費拿的 那時候我們就是要早了兩個星期左右 就叫他們送了這堆東西給我們 就可以讓我們在家裡自己盛裝著東西 就不用到時那麼急 然後其實盛裝東西的時候 有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你放每一件東西進去之前 你都最好用紙箱去記錄下放了什麼東西進去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記錄得要清楚也好 因為其實到了他們的職員上來搬貨走的天 其實他就會按你的名單 就去看你有沒有一些物品 其實是不可以運過去 那變相如果你寫得不清楚 到時候真的運過去 去到清關或者入境的時候 可能會有阻滯也不出奇 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量記錄得清楚一點 就讓職員可以在運過去之前就查到 拿回件東西出來 然後其實他的衣服鞋襪 或者日用品 或者自己要帶過去的東西 其實都是自己批的 那還有什麼是他們會幫忙批呢 就是例如一些大型的電器 好像我們的電視 床褥 還有一些茶几 吸塵機等等的東西 電腦等等的東西 那些就會在他們搬貨那天 就會即場做好保護 入入紙箱 然後最後就去到寄貨日 其實搬貨日 通常就會定在你出發前一兩天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你太早搬了東西 除非你自己本身還有東西剩下 不是全部都帶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記憶是全屋都沒有東西 但我們那時候就是出發前 一個星期已經搬了東西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剛好趕著 交一間屋給租客 變相我們就一定要交一間屋 所以就早了記了所有東西去搬 那去到寄貨當日 其實整個流程都是兩個小時左右就完成了 那一天就會視乎你有多少東西要搬 那他就會安排入五六個師傅 或者再多就上來你家裡去幫忙搬東西 搬東西等等的 那剛才就說了要記錄自己自己的東西 那當時就是剛好幸好我有記錄到 我們有一瓶貓草的種子 就放進箱裡 幸好就記錄了 那即如見不到我寫這東西在 那他就說這東西原來是不可以運到日本的 那我們就立即開箱拿出來 那就沒事了 如果不是真的運到日本 可能真的會遇到麻煩也不奇怪 那在點貨完成之後 其實他就很快就把所有貨 搬到他們的貨車上面 就會直接運到貨櫃那裡了 那他搬到所有東西走之後 其實會有一個職員 就會和你去對回所有的東西 還有就會給你一個最終的收費 那之後其實我們抽時間 去銀行過數給他就可以了 就不用即場付錢的 另外在最後 他就會給我們一份保險清單 那就是會列出你到底有多少箱東西 有多少東西寄過去 還有就會在每樣物品旁邊 就要你自己列出保險的價錢 譬如那部電視買回來可能兩萬元 那你又按照寫兩萬元 就可以當做買保險 但其實很多東西 可能三副鞋物 一堆扔一個箱裡 是不會想到多少錢的 所以其實你是大概四個價錢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都是買一個保險 當你的貨機到日本的時候 是有任何損傷或壞都爛了 那你就可以按那個價錢去 去銀行錢的意思 然後到最後 我計算保險的最終價錢 就是大概18000元左右 那當中保險就佔過1000元左右 所以其實最終那個價錢 跟我們最初報價的價錢 是相差差不多一倍的 那到底要多久才運到日本這裡呢 那因為其實日通啊 甚至其他公司 通常都會是用船運 那因為是最便宜的嘛 那我們就是由11月4日 就寄走貨了 那去到12月9日 就收到電話 就通知我的貨 其實已經過關了 到了日本了 那就已經可以拿貨了 但是因為我們平日要上學 所以就沒有空 那最後約了12月12日 就去收好所有的貨了 也就是整個流程 其實大概由寄去到接收 就大概是一個月左右而已 另外呢 其實它的貨 由香港寄到日本之後 是可以保留一至兩星期 在它的倉 那其實你就不需要擔心 那些貨來之後 是不是立刻就要去收貨 或者有些朋友 可能根本未租屋的 未找屋住的 那你都不需要擔心 你來到之後 找到之後 給回地址就可以了 那我記得它保留在日本倉 一至兩星期 都是免費的 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再將貨物留久一點的話 就需要另外加錢 另外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其實職員也會跟我們說 是有一張黃色的紙 就是平時我們入境的時候 會有一張黃色的身高表 那其實那張身高表 我們平時可能下面 就不用怎麼寫的 但其實今次我們入境的時候 就要在下面寫下 有多少箱的東西 會在之後寄到日本 而職員呢 其實在香港的時候 就已經給了兩張我們了 有一張就是拿完行李 之後入境的時候 給那個職員看的 而另一張就是 在入境之後 去到機場大堂 一個叫Package Center 的地方 每個機場都有 就要交這張身高表給他們 但因為那天我們就比較匆忙 又要處理貓的文件 又要拿著很多行李等等 最後我沒有交到 那張身高表給Package Center 因為我不知道入境的職員 原來是會收了那份東西 所以我們把那份東西 交給入境的職員的時候 就拿不回來 就以為他收藥是不是都可以 其實是不是不需要再給一個人 這樣 變相就沒有給到Package Center 之後過了一段時間 日通那邊就聯絡我了 那隻E-mail跟我說 要我補回那張文件 當然不需要再去機場 去交那份文件 那其實他會E-mail給我 就有份文件在電腦上填了 我發給他就可以了 總結而言 其實我覺得這個運費都算是挺便宜的 因為只是電視、床褥、電腦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其實已經接近六萬至七萬元以上了 還沒有計算其他三副鞋物 有些紀念品、證書、文件 那十四箱的東西 所以其實萬百元都算是一個很合理的價錢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人來留學 你隨時拿著背後 或拖一個行李便便可以了 其餘全部東西 其實在這裡買一定是便宜的 例如有些電器沒有國際電壓 只有香港的二百二的電壓 一定要帶變壓器才能用到 變相你買到一個變壓器來 可能比你的電子餐廳更貴 那你自己就衡量一下 值不值得 因為其實說到變壓器 那一定是去郵局那裡是最便宜的 那如果你也是整個家庭 以日本的話 那一定是找一通是最便宜的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大家對於在香港 搬去日本的流程上 還有什麼問題呢 就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 那我都會一解答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